OK,根据我们这边呢,我们的能量啊,只跟N有关系 但是你的状态呢,跟着N,L,M有关系,对不对 所以呢,假如说我们画了一个纵轴,是能量 然后呢,我们左边啊,开始来看 好,最低的能量N等于1,N等于1 N等于1的时候呢,它的状态有哪几种状态 N等于1 N等于1要大于L加1,那L哪有什么选择,L等于多少 0,L等于0,L又要大于M 大于等于M,那唯一的办法,M也是等于0 所以呢,你会有个状态 对不对,会有这样子 再来一个,第二个 N等于2,它的excited state N等于2的时候,N等于2 L可以什么,0或者是1 因为2只要大于等于1就可以了 等于1就是等于2,大于就1嘛 所以L可以0或者是1 L要是等于0的话,M就等于0 但L要是等于1的话 那M就有三个M 这三个,这四个在这个地方呢 它告诉我们,我们的能量值跟N有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四个状态,能量完全一样 它们是减并态 OK 好,然后再来 N等于3的时候有什么 也一样 它可以 0,L可以等于0 L可以等于1 L可以等于2 因为N只要大于等于L加1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等于1 那M就有等于1 1,0,负1 角度这等于2 M就等于2 1,0,负1,负2 1,2,3,4,5 1,2,3,1 这九个状态 通通都是同样的能量 减并态 N要是等于4 那你就会有什么 L等于0 M等于0 M等于0 的状态 你就L等于1 M可以等于1 0,负1 L等于2 M就可以等于2 1,0,负1,负2 L可以等于3 怎么要有几个状态呢 M等于3 2,1,0,负1,负2,负3 7个状态 所以这么7加5 12,12加4 16,16个状态 能量完全一样 这个是一般的 那我们就会很习惯的 怎么样 在这边用L来编号 你看左边这一排通通都是L 中间这一排L通通等于1 右边这排L通通等于2 这边再上去有L等于3 所以我们把这个定义为S轨域 这个定义为P轨域 这个定义为D轨域 这个定义为F轨域 我可不可以一直上去 感觉上好像可以嘛 对不对 也没有人说不行 那这个球科乘 N等于1的球科乘 我们叫做DK的球科乘 N等于2的 我们叫做DL球科乘 N等于3的 N等于3的叫M的球科乘 然后这个叫大N的球科乘 OK 所以感觉上很简单嘛 对不对 所以一般啊 你要是 在做一些S光啊什么的 S光是怎么产生的 S光怎么产生 S光的产生最基本的是 我们 假设你在那边填了很多电子 那我想办法把你这颗电子 把你踢掉 把你踢掉一颗之后 发生什么事 上面一定要有人掉下来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会掉下来 这个也有可能掉下来 这个也有掉下来 这个也有可能 哇 就一大票的东西都掉出来 那它会随着这个能阶的高低啊 放出S光出来 各种S光都有 它就好像指纹 为什么会有好像指纹呢 假设能量指跟N有关系 那你放出S光 波草应该都一样才对啊 对不对 但事实上 没有那么简单 假如说根据我们呢 我们可以把能量稍微简化一下 写成这样子 不过基本上呢 这边就是跟N的平方有关系了 上面呢 是微方学可以写成R 可以写成Y 对不对 好 我们R可以解得出来 Y可以解得出来 那不晓得他在讲些什么东西 但是基本上我们来看看R L R跟这个是Y 它们画起来的形状像什么 假如说我们来计算R的这个平方 这个叫做它尽善量分布几率 当然真正前面还要乘上R平方 OK因为这个是个Density 密度 所以你要处理体积 所以我们外面的立体角呢 给它用 然后呢 R呢 就要放在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现在一张一张来看看 它不动 OK 这一张呢是我们啊 按照我们刚刚的这边的编号方式 N等于1 S 这个时候它画出来的一些结果 各位你看看 这是个几率哦 我们把它画起来 1S 你发觉它出现的最多的几率是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1S的电子非常非常靠近原子核 对不对 非常非常靠近原子核 2S呢 出现在哪边 在这边 它最大的几率出现在这个地方 它比较外沉一点 好像另外一个洋葱皮 但是不要忘掉 并不是它只能够出现在这边 这边有没有几率 有 这边有几率 3S呢 最大的几率在这边 哇 这下子不准度很大了 因为它可以分布的范围蛮宽广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并不代表它只能处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里面还是有几率 不是没有的 4S呢 在这边 最外面哦 它能够处的范围好像一个很厚的 稀稀疏疏的一个皮一样 OK 就好像你去吃炸排骨 结果根本就没有排骨 排骨呢 厚度只有奈米级的 然后外面的那个包覆呢 厚打一公分 对不对 那就类似这个样子 OK 但是它里面还是有几率 所以不要忘掉 假设我们来算P 2P 这是L等于1 你来计算它的位置的时候 你很快就发现 它最大的位置出现在这边 OK 最大位置出现在这边 但是呢 3P出现在这边 4P出现在这边 感觉上就是当你能量越高 一直叠上去的时候呢 它先从里面叠 然后外面这一层 然后又一层 然后又一层 然后越来越外面 没有错 它确实是随着你 Number增加的时候 越来越外面 OK 但是不要忘掉 它里面还是有几率 OK D的时候也是一样 所以以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呢 这个只是告诉你说 它出现 这个秋克层的 最大的可能性的位置在那边 但是我们的方程式呢 却是好几个相乘 这个是讲到角度的方程 刚刚讲到1S 并不是代表S 每一个球科层 都是这样子一层而已 并不是这个意思 只有S它是球的 那P的长得怎么样 P长得怎么样 这个叫做P L等于E的 但L等于E的时候长得怎么样 它就长成这个样 这是S L等于E的时候呢 它就形成一个哑铃状 假设你把Y展开来看的话呢 你会发觉这个Face 有一边是正一边是负 OK 这是Equation本身的Face 所以从这个东西来看的话 你就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 假如说有个东西 它最外层的电子 比如说好了 我是痒你也是痒 我们两个都是原子 但是我们空气里头 痒都是什么 分子 我们两个人要在一起 我跟婷语两个感情特别好 我们要棒得在一起 怎么棒的 是外面P鬼欲 我们要棒得在一起 要棒得在一起 好像我们两个要手跟手要牵在一起 总要牵在一起才不会分离嘛 对不对 这是怎么牵 谁来牵 假设有两个都是P 那是不是 我的这个鬼欲要想办法 两个要能够互相重点 对不对 两个要能够互相重点 所以我可不可以两个氧这样子 这样子这边有没有重点 有啊 那你告诉我 那这两个在干嘛 很麻烦 对不对 但是我们学过化学 我们都知道两个氧当中的见解是什么 两条还是一条 两条 那这个时候他会喜欢怎么样 他喜欢 这样子 两个要很靠近 事实上靠近到怎么样 要有重叠的 他们才会有见解 而且不要忘掉哦 我们会有相位差 你把equation展开来就知道 有个地方正的叫做正 负的叫做负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坡风喷到坡谷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 这两颗两一一碰面之后就互相爆炸 那还得了 当然是要这样 OK 那这样子你就知道 哦 原来双剑 这个拍剑嘛 两个P鬼域要重叠起来 他们给你一个见解的感觉 再来是D D鬼域 哇 D鬼域就好复杂 你看看 它长成这副德性 你看看 这要看看很多种的解法 但基本上它就变成四坨了 这四坨呢 我可以在 这个叫Z 这叫X 这叫Y 我可以在X跟Z的平面上面 但是它没有在轴上 它是在轴跟轴的中间伸出去的 或者是这个 这个是XY 假设是 这个是X 这个是Y 那它果真就在XY的平面 不 没有 这个是在X在这边 Y是在这边 它就在两个的中间 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 第四向线 它就这样子排列 这个呢 就特别奇怪了 它上下两个都是正的Face 这个是负的Face 那它是沿着Z轴排列 那这个是完全呢 哦 这边有坐标嘛 这完全在X Y上面 那这个就在向线的中间 那你就可以发觉 它们的形状不一样 所以当你要是 谈论到一个材料上面的变化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它的轨欲当中 彼此当中是发生什么事情 OK 假设我有一个D跟D碰在一起 铁跟铁碰在一起 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我氧化铁呢 当中有个氧 那氧是P啊 铁是D啊 那发生什么事情 OK 好 这个好像太复杂了 我们再回到最最基本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OK 我们知道 我们上次有考试 有请大家证明了嘛 对不对 电子是个 它是Anti-Symmetry的 不是证明电子是Anti-Symmetry 而是我们发现电子是Anti-Symmetry 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总之它就是Anti-Symmetry Anti-Symmetry 一定要遵守Body不相容原理 所以这边画出来的每一条线上面 你都可以放两颗电子 一个朝上 一个朝下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轨域定出一大堆 L等于0的就叫S轨域 L等于1的就叫P轨域 L等于2的就叫D轨域 L等于3的就叫F轨域 你看看我下面写了这几个 基本上就是L等于0的S L等于1的P L等于2的就叫D OK 那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一直的叠上去 但是真实的状况 跟电子不 跟 跟轻不一样 因为轻它只有一颗 我们假设它只有一颗 所以这一颗呢 跟着原子核作用之后呢 我按照它的excited state 我来排 我排起来 就发觉它们能量都一样 它能量能量能量 通通都一样 这几个也通通都一样 因为是Degenerate 真实的状况是这样子吗 不会的 你来想想看 假设我有两颗电子 我第一颗在这边 第二颗当然我可以处在这边 对不对 那我第三颗进来怎么办 根据这边你要被挤到上面去 但是这么简单吗 你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当我第一颗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里面原子核 只只有 比如说有三颗 那三颗跟我的吸引力强不强 很强哦 所以这个的鬼域 是不是要比较靠近原子核 因为吸引力很强 是不是比轻还要更靠近 没错 第二颗进来也蛮靠近的 但第三颗呢 它一看了不对啊 它有看到三颗直指吗 没有 因为这三颗直指 外头有两颗电子把它包住了 它看起来好像只有一颗 not necessary 因为只要在里面的电子 它会帮你遮住 在原子核里面的质值数量 所以正电荷你所看到的 外面越外面看到的正电荷的数目 越少 这个我们叫做screen effect OK screen effect中文叫做什么 屏蔽作用 所以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来玩几件很简单的事情 好不好 好 这个我待会再回来讲 好不好 待会再回来讲 好 这边呢 开始 我们就把电子一颗一颗 把原子一个一个抓出来看 比如说呢 我们看看这上面这个铃 铃有三颗 三颗电子 反正你填铃是一二三 这样填进去嘛 那它也有三个直指 所以基本上呢 假设我们把这边当作鬼域 1S 就好像我们刚刚上面画的 第一层L等给铃的 它填了两颗 所以没有问题嘛 第一颗填进去 第二颗填进去 第三颗填在这边 也没问题啊 对不对 因为这是excited state 就相当于我这个填完了 我紧接着来一填这个 但是呢 你会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不填这个 为什么不填这个 我为什么不填到这边 它们不是同样的能量吗 那为什么我填的时候 一定填在我2S 那2P为什么不能填 不是2S2P的能量都一样吗 对不对 但是刚刚已经跟你们说了 因为2S 它所感受到的 跟1S在所感受到的 跟原子核当中 作用力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们的位置不同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 刚刚我们解的这个 里面这个V告诉我 这个V是什么V 只有一个 就是电子跟原子核的 作用力而已 所以我们解出来 它们都是减并态 但你不要忘掉 当你不止一科的时候 全世界要是只有我周雄一个人 当然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对不对 我要躺着上课也可以 对不对 但问题是现在有别人了 是不是我们要考虑 电子跟电子的交互作用 这个一考虑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颗群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这个时候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这两个能量不再一样了 它要怎么样 分裂开来 它一分裂开来 它就马上告诉我 谁比较低呢 我怎么知道谁比较低 我们先做个实验嘛 把电子填进去看看 它是填在2S还是填在2P 填在2S 它为什么要先填2S 当然2S能量比较低啦 right 要是2P能量比较低 我一定先填2P 对不对 好 所以它马上告诉你 电子电子的交互作用 已经让我们这个减并态分裂了 OK 好 分裂了 来来来 画高一点 好不好 可以吧 所以它这个填完才能填它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一颗填进去 好 我们再拿Beryllium P 把它抓出来 P有4颗 所以这一填完又填到这边 很满意 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 再来了 我们又去填了 要填第5颗 你发觉 再下来你能填的鬼域只是P 对不对 只是P 所以呢 你看看我们的周期表啊 最最左边的是不是只有两排 因为那是牵扯到S 然后很快它就跳到最右边 为什么要跳 待会我们再看看 那就跳到P了 当然你会问说 那为什么P跟S不贴在一起 对不对 OK 那我们待会再猜 P呢 我们到棚的时候 它多出一颗出来 所以就填在P 我说没关系嘛 反正三个位置的能量都一样啊 三个位置的能量都一样嘛 随便填嘛 Right OK 现在又来第二颗了 又增加一颗 我们到碳了 增加一颗 理论上我也可以塞在随便了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为符合 鲍利不相容原理啊 它们能量都一样 谁规定不能塞 但是你们发觉 它有没有塞进去 它塞在哪边 隔壁的这一个 Why 为什么 为什么 告诉我 为什么 原因是 当你把它塞在这边 没有错 它遵守保底部相容原理 但是这两个太靠近 你今天上了公车 哦 有三个位置 对不对 第一个位置有人坐了 你会不会再跟他挤在一起 那两个可以休解了 今天温度特别低 会不会 不会嘛 除非他是帅哥 或者是美女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这吸力怎么会有那么大呢 OK 假设你碰到 有的那种 那种体位特别大的 那你会发觉 这个有点类似 公车原理 那我一定是 去找另外一个空的座 结果发觉 可以坐两个位置的 位置上面都只坐一个人 第三个人 一上车一看 呜 有两个人坐 坐两个位置的 那我呢 我会不会跟其中一个挤 当然除非他们是帅哥或美女嘛 对不对 要不然我一定是挤 跑到另外一个空的位置上面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你挤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库轮排斥力太大了 这两颗的库轮交换作用力太大了 大刀那你根本就不想坐在那边 你就想挤到旁边去 OK 那电子呢 你要挤上去的 基本上就是电子 所以他们一定有排斥力 你要这样子排 好了 现在呢 第四个人又上来了 仰一上来 哦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第四个人上来 每个位置都坐 算了 我就随便找一个坐上去 对不对 当然有一定的规则 OK 然后呢 第五个上来 你有选择吗 你没选择啦 第六个呢 认命吧 对不对 除非你要坐到公车的天花板上面去 OK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刚好都排满了 OK 好 所以起码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用轻原始能界来思考的时候呢 不错 这个能量一定是他 他 在他 对不对 而且这三个呢 虽然说能量一样 但是因为有 有这个公车座位的这个 的这个特性嘛 有两个有很强的互相排斥的这个特性嘛 所以我们会分别填满之后 最后面呢 第四个倒霉了 也不算倒霉 因为第一个也很倒霉啊 本来自己一个坐得很爽的 又几亿个人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全部填满 好 那我们再继续下去 那这样子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就回到这 假设这个地方 因为电子的交互作用 会让这个往上升 那我后面这边 是不是可以通通的往上升 可不可以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状况 那D跟L呢 D跟P的轨域 是不是还是在同样一个高度呢 那假设我这往上升 会不会升到我跟它挤在一起啊 有没有可能啊 那我们来看看 OK 我们现在就回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图上面来看 所以呢 氢 亥 他们都填1S 氢 亥 你看他们都1S 1S填完 到里的时候它有三颗 所以呢 1S填满之后 它只好填怎么样 填 2S P的时候呢 2S全部填满了 到了彭的时候呢 它进来发觉 哇 P有三个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 它告诉你 P是后填的 就是代表2 虽然大家index都是2 但是P的能量 一定比X高 一定比X高 而且呢 它填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 分别填进去 记住哦 这边虽然是写1 2 3 但它填的方式是什么 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那右边这边很好玩哦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Ionization Energy 什么叫Ionization Energy 就是说当我们要是这么有一颗 我硬把它拔出来 把它丢到无穷远 请你告诉我 你要花到多少能量 OK 清多少 13.6EV嘛 对不对 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你要做氢气 一定要这样做嘛 好 但是氦气呢 你看看 你要把它拔掉要多少 哇 吓死人了 24.581耶 24.581耶 为什么变大了 为什么变大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原子核里面的 子子数增加了 所以电子跟子子的交互作用 很强 尤其你填进去的第一颗 它决定了它的能阶是很低的 所以这次你要把它拔掉 容易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 好 但等到氢的时候呢 它要开始填第二层 第二层要把它拔掉 容易不容易 容易多了 因为能量比较高 越来越靠近 上面真空 OK 然后呢 这样一直下来 你可以发觉 每一个拔掉能量都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是你看看 1s要拔掉24 2呢 到2p要拔掉21 变得比较小一点 到了3p的时候呢 变得到15 3s的时候更低 OK 所以你就发觉 它们的高低 高度开始有点变化 不过基本上 到了这个地方 你看看 那又来了之后 又是s s理论上要拔掉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几乎是最外层的嘛 而且呢 它里面都已经填满了 2 球科全部填满了 已经帮你 然后呢 你自己挑到外面来 所以球科层里面的 这些都把原子核里头 震电呢 全部都屏蔽掉了 所以它看到了就很小 就比较小 OK 所以呢 它很容易拔掉 然后你再来一颗呢 又填到3s 3s填完之后 又填3p 所以呢 果真啊 你能不能发觉 刚刚我们说 电子的交互作用呢 会让这两个 岔开来 这边也会岔开来 3也会岔开来 起码我们现在看到3p是 这两个要岔开来 对不对 好 这两个要岔开来 是不是完全按照规则填 s都满哦 然后呢 p填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 都很整齐嘛 对不对 都没有任何跳动 没有任何变异哦 所以这个在这边 现在再来要填它了吗 3p完不是3d吗 它填什么 莫名其妙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假设说 你电子交互中 会让这个上升 这个也会上升 那这边也是这样 会上升 对不对 结果呢 这一上升之后呢 它告诉你一个 很重要的提示 这两个呢 它上升不是这两个 一起上升 而是有一点点 这样子上升 结果这一上升的结果之后呢 我这一坨竟然比它高 然后这些再排上去 OK 所以呢 我这边呢 要稍微的 画一下 1s 2s 2p 3s 3p 再来呢 4s 3d呢 要比它高了 是不是3d在这边 我们也不晓得 那它的4p跑去哪边了 比3d低呢 还是比3d高 但起码要比4s高嘛 对不对 所以4p到底在哪边 在这边 还是在这边 摩扎呀呢 我们来看看 所以呢 p一填完之后 它就跳到s s两个乖乖的填完 填完之后呢 4s一填完之后 有没有去填4p 没有 它回来填谁 3d 哦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4s填完之后 它有没有去填4p 没有耶 它填的是谁 3d 所以感觉上4p 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都是这个样子吗 好 4s填满了 现在开始填3d 一颗 两颗 三颗 这是什么 五颗 4s呢 只有一颗 就你发觉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有这边游离能力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些东西 事实上都已经渐渐的变成 几乎没有减病了 好像有这种味道在 OK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分布呢 好不管它 重视它减病 它也有个宽度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能量会有不准度嘛 你空间会有不准度 动量就会有不准度 你能量就会有不准度啊 所以它本来有个分布宽度 所以呢 本来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 我都用一层来表示 没有问题 这个在这边 在这边也没问题 这个在这边也没问题 到了这个的时候 它好像是一个带状 然后呢 S呢 到了这边之后 它又不太听话了 S本来都填满了 填到这个地方之后 它告诉你 No 它不要了 不要是什么意思 至少到下面 P都还没进来 所以P呢 根本就高高在上 对不对 就告诉我们 我们S呢 本来呢 它也是在这边 那没关系啊 4S 你先填完再填3D 但它到了某一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是谁啊 这个这么特别的人是谁 我们总共把它记起来吧 这是谁 弱耶 对不对 不锈钢里面一定有了弱耶 它怎么这么特别啊 它告诉我你要填啊 必须继续填到3D 那4S要空一个 空一个就代表着说 4S呢 一半 3D呢 可能是这样 所以呢 你填呢 填到这边 3D要填 4S是填一半 OK 然后再来呢 到了某的时候呢 不晓得为什么 又恢复正常 这个有点过动耳 对不对 到了这边的时候 S又掉下来了 开始往上面填 所以到了某的时候呢 S又掉下来 然后D呢 统统上去 当然这边有没有跟它很跨 我们不知道 因为它已经填满了 我们不知道 然后呢又填 5 6 7 8 到同又不一样了 所以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当电子交互作用 一进来了之后 这里面的行为变得很复杂 这个S我们不会想象的说 S跟3D呢 3D永远高于4S 没有这种事情 它开始会上上下下跑 行为就不一样 OK 3D完了之后呢 它去填谁 填4P 这下子就比较正常了 这是3D嘛 那4S已经填完了 然后再来 最后来填4P 4P正常吗 1 2 3 4 5 6 一切正常 好嘞嘞嘞 对不对 没有什么太复杂了 然后再来呢 4P完了 有没有填4D 有没有填4D 没有耶 因为这个时候 5S在这边 4D的又比它更高了 它又去填怎么样 5S 5S填完之后呢 有没有填5P 没有耶 它又回来填4D 你就发觉 当你这个电子液交互桌上 这个一拉上去的时候呢 它不只是拉上去 它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它们跟上面那一层 会拉得比它高 两个还会有点竞争 慢慢慢慢的 这样子一直跑上去 所以这样一直填 一直填 好 那下面就 很复杂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的周期表 为什么我们的周期表 要放 两个 1S 2S 为什么我们这边摆呢 就2P 对不对 这边有6个嘛 因为P有6个 那D呢 我们就塞在中间 因为D的能量在这边 你还没有填4P的时候 我D就进来 所以前面一定是1S 这是S诡语 OK S 这是P OK 这是1S 1P 不是1S 它是上面有两个 它是上面有两个 它有没有1P 当然没有了 所以这边一定有两个 对不对 这两个我们一般 HIGH呢 它特别 我们就把它塞在这边 所以轻HIGH D 2S 2S 紧接着就碰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周期表为什么这样跑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计算 告诉我们 它是这样跑出来了 所以呢 这边排 排到D的时候呢 它没有到P 因为它先到D 所以D才开始出来 等D完了 P才进 3D完了 P才开始进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进入这边了 对不对 所以周期表一定这样子排的 OK 所以你读化学的时候呢 大一读的时候可能很辛苦 因为背了个老半天 读过 学过静代物理 学过量子物理的时候 你发觉 大一的普悟不晓得应该读什么 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静代物理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知道 原来它的这个排列 只是因为电子交互作用 只是因为 不只是电子当中的交互作用 而且在同一个求科层里面 还会作用的特别厉害 整个呢 把能界啊 变异之后 整个拉上去 好 哦 我要快了 因为马上就要进来调查 好 这是单科的嘛 对不对 那你看看 F要进来的时候 要到5P填完的时候呢 F才开始进来 F又很复杂 所以呢 越多就越复杂 OK 到后来啊 你就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原子越来越不稳定 越来越不稳定 为什么越来越不稳定呢 因为你里面啊 原子盒挤的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一定要match里面要挤10个人 你说好不好挤 当然不好挤啦 对不对 不是match爆掉 就是人烂掉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一定有人会被踢出来 不管你要不要出来 OK 就像我说 我常常说 我们这个 我去交仆物的时候 或是其他地方 我们就说 其他的戏可能有人会跳楼 在物理系会被跳楼 大概都被学弟学妹丢出去 因为你可能做实验 把仪器弄坏了 让人家逼不了业 对不对 最后只好把你丢出去 OK 谢恨 所以呢 在这种状况下面 这个原子盒它不会稳定 所以再下去的时候 你看看后面的很多重的东西呢 它存在的时间都有限 OK 甚至于到很重很重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 从原子的数目 从99开始 后来每年都会增加一个 现在到多少了 现在到100多少 到我国中的时候 102 国中毕业104 OK 104个元素 然后现在一直增加嘛 对不对 因为很多元素一产生之后 几个minisecond或microsecond 它就分裂掉了 它就不稳定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下 好 那这个就不管了 好 现在有个问题 这些都是单元子 我们看到的 都是固体 都是气体 都是分子 那你如何让两个东西能够在一起 假设这个是你电子存在的几率 你可以存在这边 也可以存在这边 只是几率越来越少 那不管怎么样 当你要见解的时候 你这两个人的最外围的 这个微方群 一定要重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讨论 架电子的时候 我们是讨论最外围 你有没有讨论到里面 谁跟你讨论里面 里面多稳定 只有外面在跟你变动 所以外面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就会形成我们架电子 比如说好了 以H来讲 H正 H为什么我们叫做正一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一颗电子 那为什么叫正一 因为我们一般来用架电子来看的时候 我们是假设它先跟一个养来见解 一个很理想化的来见解 或者是佛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这些人啊 佛或养的时候 比如说养的2P填了4个 佛的2P填了5个 再一个就满了 再一个就满了 你会发觉 越多钱的人越来贪心 我再多一点 我口袋就满了 我有多少口袋 全世界N个地方都有我的口袋 我每一个都要填满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青的这颗痒 这颗电子抓过去 这一抓过去之后 也就是说 当你这两个人一overlap的时候 并不代表你overlap的时候 就这么样的好 两个人手牵着手 就这么样公平 不会的 我跟你讲 假如说是这么公平的 这个叫共家界 因为你们两个都各出一半 放在中间一起用 OK 这就好像你们两个结婚之后呢 你们两个薪水都各管各的 房租一人出一半 煮饭一人出一半 看电影一人出一半 对不对 最后干脆把结婚证书切成一半算了 那时候也很不错 干脆就离婚了 这叫共家界 什么叫离子界呢 就很凶哦 他完全被抢过去 轻易被抢过去的时候 他本来是中性的 抢一颗过去 他只有一颗可以抢嘛 不然你要抢多少 全部都给你的 所以他变成带几家针电 一家 假设是钠呢 钠是2S 两颗都有的 他2S呢 有两颗 这两颗都被绿给抢走 他带几家 两家 OK NACL 不是不是 钠是一颗 所以说这样子只有一个 煤好了 煤它是两颗 它被氧完全抢走了 煤就变成两架 那氧呢 它一定抢两颗 因为它就饱了嘛 它饱了它就不吃 它也没有太贪心 它只是要吃饱而已 OK 所以呢 它抢两颗电子之后 它几架 两架 佛呢 抢几颗 一颗就好了 所以几架 三架 OK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 事实上那些架数 跟我们这个想起来 很简单 但全世界没有这么单纯的事情 药就完全给你 或完全放在中间用 一定是混杂的状态 所以在我们物理里面 真正的很复杂的材料里面 你说这个东西是几架 我来知道它是几架 那电子云混合之后 到底电子云比较远离我一点 还是比较靠近我一点 我怎么知道 那这个架数是多少 哦 这就难讲了 哦 这就难讲了 OK 不基本上它要讲 但是你一旦一重叠之后 不管怎么样 你本来有个状态的 你现在要变成两个状态 你不可以让你的状态 怎么样 混合了 混合完就变成一个状态 哪里有这个道理 你一个状态只能放两颗电子啊 假设我这两个状态 叠在一起的时候 我本来这个 这个状态可以放两颗电子 这个状态可以放两颗电子 我叠起来之后 我还是要能够 total放四颗 所以呢 虽然说一开始 两个能量一样 但是叠起来之后 两个能量就要岔开来 每一个可以放两颗 我总共还是放四颗 OK 好 所以呢 当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比如说呢 我原来每一颗的能量 都是这么大 最外围的 当我们两个互相靠近 越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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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开始重叠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能界啊 就开始怎么样 重组 然后就开始裂开一点 裂开一点 只不过裂得很小 记住哦 假设我本来有N颗 我里面有 可以放2N的电子 我挤在一起 裂开来之后 我还是要有N个 我可以放2N颗电子 只是我越挤的时候呢 它裂得越开 OK 它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裂开 只不过很靠近 靠近到彼此的距离啊 这个距离啊 一点点热能就让它上去 甚至于 它根本就很容易就跳上去 所以我们把它假设成为 连续的能带 下面 这边这个不要看 OK 它这个写错了 很多人都写错 假设最外围的 大家挤在一起 其实这个画得不好 我们下一张 假设最外围的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也很外面 这个也很外面 也就是说呢 不只是最外面的 可以牵手 里面一点的也可以牵手 结果呢 这个呢 到了这边之后 它要开始分裂 这个到这边之后 也要开始分裂 结果呢 这个分裂 全部都砸在一起了 最后变成怎么样 这边有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 SP混层 我们叫做混层 混在一起叫混层 上面也是SP混层 是不是谁的百分比比较大呢 你就看一看啦 这感觉上 好像上面是P的 弓线比较大 下面是S的弓线比较大 对不对 但上面一点呢 P的弓线比较大 下面S弓线比较小 最后面呢 它就分出这两代 假设你的电子刚刚好 把下面填满 因为你电子树又不会不见 上面呢 全控 你在这边最稳定 因为这个时候 整体的能量呢 最低 那你就形成了你的材料 下面全控的时候呢 全部填满 这个时候这个材料 我们称之为绝人体 因为它没有办法动了 所有的电子全部都塞满了 塞满之后 它没地方去了 好像我们教室 所有的位置全部都坐满了 像早期啊 刷人刷得很凶的时候啊 每次上完课 都一半的人不及格 那教室越来越 修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最后教室坐不下去了 我们每年啊 单单把旧的座科椅 那个丢掉 再买新的 因为要买小一点嘛 越买越小 你知道吗 然后才可以塞人 塞多一点啊 到最后还是坐不下 那只好假设 有人翘完课之后 刚好坐满 那这个时候 你要翘课就不容易了 对不对 你要移动也不容易 因为旁边都坐满了 这个叫教室 但是假设这两个 假设这边呢 有一半 并没有完全填满 那就代表你有空位 下面呢 有垫子 我可以靠热能让你跳 诶 他可以跳了 好像天悦可以跳到这边 他也可以跳到这边 大家跳来跳去呢 又可以导电 OK 那这个时候 他就变成导体 知道吗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从导体 非导体呢 就可以从混合之后 最外层的 那个鬼域来看 那里面的呢 抱歉 里面的还是不动 因为我非常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做成分分析的时候呢 要看S光 因为S光是看最里面的能阶 每一个原子能阶的高度 因为你电子作用力的关系 每一个能阶的高度 是不一样的 强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跟指纹一样 我只要一个电子书打下去 看S光整个散出来呢 我一看它的频谱 就可以分出来 这个是婷语的 这个是文宏的 OK 这个是周老师的 我们有三个成分 混合起来 然后有这个成分的 讯号的强弱 就可以说 两个周雄 一个文宏 三个婷语 OK 我们就是这样子 组合二层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 基本上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呢 我很快速的 跟大家讲这个 因为基本上 你们要是有人在修固态啊 应该现在都已经交到这边了 对不对 只是因为大家都在计算固态 OK 都在算这些 对不对 算得头昏眼花的 OK 比如说这个Block Block就很聪明啊 他就说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这么复杂的V 那我怎么知道 它微方许是长什么样子呢 马上好 再给我两分钟 我怎么知道 我解都解不出来 Block就在猜想 他说这样子好了 假如说没有V 它是个自由电子 自由电子就是后面这一项啊 假设它有V V又周期性的 那么我这个电子 波在传递的当中 到这边可能要反射又穿透 这边反射又穿透 你会造成很多建设性的干涉 不管怎么样 最后留下来只有助波 其他全部杀光光了 要是助波 我一定可以把微方许 做这种排列组合 管它呢 反正这是现金方许的事嘛 你凑了答案出来就一定对啊 Block他就假设啊 前面的这个东西呢 是跟着原子 那个材道里头的原子 和的周期性有关系 然后你就丢进去算啊 哇 算了 噼里啪啦 算了 大家算到这边 已经忘了自己在干嘛了 OK 算算算算 算到这边之后呢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因为已经全部忘光光 它要干嘛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你能够回到最根本的 在算之前 先感受一下 到底你这个材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才不会你去算的时候 迷路了 好像看好 哇 我要去玉山 然后开始进入森林之后 最后穿出来是墾丁 又跑进去一次 最后穿出来还是墾丁 哇 气炸了 对不对 因为怎么样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沿途这样走呢 很容易迷路 OK